第四百九十九章 附黑小两口 皇宫以南 坐落着一座专程接待使臣的驿馆 这可不是普通的驿馆 其奢华程度绝不亚于一座小行宫 其中最好的院子给了西境使臣 这是自然 谁让人家强大呢 北宴使臣的院子也不差 坐北朝南 风景秀美 北宴公主回到驿馆之后 先问了下人赫连大将军在何处 大将军在岸边练剑 下人说 带路北宴公主道 北宴公主在下人的引路下 来到了一处荷塘边 白色的荷花亭亭玉立 岸边垂柳依依 一阵晚风袭来 逼肩全是沁人的香气 在北宴 极少能看到如此风景 北宴公主看住草地上 挥剑如雨的男子 拔了一名侍卫的佩剑 笑着迎上前 对于她的偷袭 赫连夜自然是不慌不乱的 不仅如此 还收敛了功力 一招架住她的长剑 北宴公主笑道 舅舅 你莫不是瞧不起宁儿 连三成功力也不肯使出来吗 赫连夜稍稍加了一成功力 与北宴公主过了几招 她点到为止 收了剑 说道 好了 今日练到这里 北宴公主意犹未尽 将长剑抛还给一旁的侍卫 二人去亭子里的石凳上坐下 有下人奉上凉茶 北宴公主喝了一口 忍不住赞许道 大舟地大物博 物资丰厚 就连这茶叶也比我们北宴的唇香许多 赫连夜对品茶不感兴趣 你又饮了三杯 问道 怎么回来这么晚 北宴公主诚实交代 见了夏卫婷 赫连夜皱眉 你还没对那小子死心 北宴公主看住杯子里的茶水 勾唇一笑 她很好 我想要 她是舅舅的仇人赫连夜提醒 北宴公主看向赫连夜 笑了笑 说道 如果她放弃魏家身份 自愿入我北宴做驸马 舅舅难道也不能饶过她吗 赫连夜犹豫 北宴公主放下茶杯 撒娇地挽住她胳膊 舅舅赫连夜正色道 我说过 要杀光魏家的每一个人 舅舅 赫连夜无奈地说道 好好好 倘若她当真愿意舍弃魏家子的身份 我可以考虑放她一条生路 但 你确定她会答应吗 你也看见了 我们来迟了一步 她已经与别的女人成亲 且迎娶的新夫人是秦苍蓝的孙女 那不是你随随便便能欺负的人 北宴公主笑道 我欺负她做什么 这是我与魏婷的事 只要我们两个你情我愿 她不就多余了吗 赫连夜道 魏婷似乎不喜欢你 她迟早会喜欢北宴公主捏起一颗桌上的果子 志在必得地说道 我确定 却说苏小小在皇宫门口 迅速将郭成相套了麻袋之后 立马将人扔上马车 魏婷见得了手 结束了与守门侍卫的攀谈 侍卫一头雾水 魏大人今儿是怎么了 居然关心起他这个小人物来了 魏婷坐上马车 早已伪装成车夫的扶苏 抓起鞭子 迅速将马车架走了 郭成相在麻袋里不断挣扎 什么人 光天化日之下 天子狡鞭 也敢劫持朝廷命官 你们不要命了 苏小小与魏婷交换了一个眼神 再要不要隐瞒身份之间 选择了后者 魏婷前脆利落地抽走了麻袋 郭成相眼神迎来一道光线 他下意识地闭了闭眼 随后他警惕地环顾四周 一眼看见了坐在车凳上的魏婷 与苏小小 他脸色沙纳间一沉 简直胡闹 你们绑本相做什么 苏小小把玩着手里的匕首 玩耳一笑 能做什么 自然 是杀你呀 你 郭成相目光扫过他手里的匕首 他认得他是武安军当年的兵器 锋利无比 削铁如泥 文官对兵器原本不大敏感 而他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 乃是因为这把匕首是先帝赐下的 由他亲自送去武安府 交到了武安军魏巍的手上 匕首上 旁扶残留着武安军的气息 令人感到心静 郭成相平复了一下情绪 爬起来在另一条车凳上落座 不卑不亢地看向二人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苏小小道 问你几个问题 郭成相看了眼寡言少语的未听 那眼神旁扶在问 你也不管自己的女人 这难道不该是男人之间的谈话吗 父导人家掺和进来算什么 未听自顾自地喝茶 压根而不理郭成相 苏小小严肃道 不老实回答的话 就把你杀了 反正也没人看见我们绑了你 以我的手段 我会做得很前进 绝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郭成相气场全开 你敢 苏小小比他更凶 你看我敢不敢 郭成相再一次看向魏婷 未听到他真敢郭成相 郭成相冷声道 你们想问什么 如果是有关白莲教 那恐怕让你们失望了 我与白莲教并无瓜葛 苏小小道 白莲教的事儿 我们已经全部查清楚了 不必郭成相浪费唇舌 我们要问的 是郭成相背后的主人 郭成相的神色并无变化 可他埋在宽袖下的手指 舒然一紧 一个极小的细节 没逃过苏小小的眼睛 苏小小拔出匕首 威胁道 你在替谁卖命 郭成相义正词言地说道 我效忠的当今圣上 我自然是替他卖命 苏小小冷哼道 一派胡言 你替圣上卖命 会私底下勾结北燕 郭成相眉头一皱 苏小小淡淡一笑 被我说中了 对 就是你好孙女 郭灵溪透露给我的 郭成相咬牙 该死的丫头 苏小小才不会替郭灵溪兜住 让这对祖孙内斗去吧 苏小小威胁道 在往前三里就是乱葬岗 我耐心有限 在那之前交代 我可以考虑让你一命 否则 郭成相意识道 他二人是认真的 不然不会将真面目 暴露给自己 我怎么确定 你们会留我活口 苏小小面不改色地说道 你不能确定 你只能赌 别撒谎 因为我还抓了一个你的同党 你俩的证词 要是对不上 那就都得死 第五百章又见铁铃 郭成相捏紧了拳头 被两个小辈威胁 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 然而直觉告诉他 这丫头绝不是在撒谎 他当真有可能杀了他 吃未听笑了 看来还真有同党 郭成相的脸色一变 这次意识到自己被人下了套 那丫头看似冲动易怒 说话不过脑子 实则每个字都是陷阱 苏小小丹道 考虑好了吗 郭成相 只剩一礼的了 扶苏将马车赶得嗖嗖的 车咕噜与马蹄铁都差点冒烟 郭成相牙都疼了 跑慢一点会死了 百步八十步五十步 苏小小死亡倒数 郭成相的冷汗冒了出来 他明白 自己必须做出抉择了 他垂下毛子 捏紧拳头 就在苏小小数到三十步时 他忽然起身往外冲去 他要跳车 只要被大街上的人看到 他们就没胆子对自己如何了 苏小小万没料到一把年纪的郭成相 能在危急时刻做出如此机敏的反应 他猛了一下 他没打算去拦郭成相 未听也没动手 他俩是想着扶苏在外头 总能把人拦下 哪知郭成相今日的运气实在有点而备 他自己摔倒了 重重地磕在门上 他一激动 一注急 坏事了 他的身体开始抽搐 口歪嘴斜 他怎么了 魏婷问 扶苏 停车 苏小小立刻到 扶苏忙将马车停下 苏小小让魏婷与扶苏 将所有的帘子挑开 光线与新鲜空气一道涌了进来 他中风了 苏小小神色凝重地 在郭成相身边跪下 解开郭成相的腰带与衣裳 让郭成相平躺 将他的头转向一侧 郭成相直勾勾地盯着某处 魏婷顺住他目光摸到了一个暗格 抽出来一个卷轴 打开后是一幅画像 是那个人 苏小小问 郭成相最后看了一眼 彻底失去意识 苏小小与魏婷却不约而同地懂了 这就是幕后之人的画像 只可惜 不等二人看清画像上究竟画的是谁 一道暗影凌空掠来 羞地打出一道鞭子 卷走了画像 我去追 魏婷去追那个蒙面男子 苏小小继续抢救郭成相 这人还有用 暂时不能死 抢救到一半时 居然又来了几个蒙面人 他们手持大刀 百者不善 扶苏与他们交手 奈何他们不和扶苏硬刚 留了两个人缠住扶苏 另外三个朝马车围了过来 苏小小洒出一包毒药 三人连忙推开 但他们显然是有些脑子的 退开的一煞竟然斩断缰绳 将马儿放跑了 苏小小抓起郭成相 扶苏 我们走 好 扶苏退了过来 将郭成相背在背上 苏小小拿了一副 马车里配备的弓箭 拉开箭矢 三箭齐发 三人齐齐躲在马车后 箭矢穿透了两层车壁 其中一只更是扎进了 其中一人的胳膊里 三人不曾见过如此精准的箭术 一时间竟正愣了片刻 带到他们回过神来 苏小小与扶苏已走出了一大劫 不过 到底带了个病人 不能太颠簸 二人还是被追上了 苏小小射杀了两个蒙面人 另一个绕到了他的后背 朝着他一刀砍来 扶苏勃然变色 少夫人 当心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凛冽的剑气展来 生生将蒙面人震开 苏小小定睛一看 苏末 苏末挡在苏小小身前 眼底充满杀气 那人间大势已去 转身逃了 担心是吊虎离山之际 苏末没去追上去 他转过身看向苏小小 你没事吧 苏小小摇摇头 我没事 苏末放下心来道 我刚从军营过来 看见你们两个被人追杀 出什么事了 苏苏小小示意了一下扶苏背上的郭丞相 来杀他的苏末目光一走 恶然道 郭丞相 比起郭丞相为何被人追杀 又是被谁追杀 苏末更纳闷的是 妹妹为何救他 苏小小叹道 他中风了 需要医治 先把他送去医馆吧 路上慢慢和你说苏末应下 好 另一边 魏婷一路追着那个黑衣人 对方的伸手不如魏婷 过了两招 果断更改策略 只逃不打 并且此人十分狡猾 不停给魏婷撒门汗药 魏婷虽不至于被要抖 可一直躲避 也颇费功夫 那人甩不开魏婷 有些恼羞成怒 脚步一拐 往城南的方向去了 魏婷一路追着他 翻过一座高高的院墙 人不见了 魏婷警惕住四周的动静 忽然 人影自假山后闪过 魏婷追着他进了一座后院 等进去了 魏婷才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这里头有官兵 什么人 屋内传来一声女子利和 魏婷上午才见过对方 记得对方的声音 她是西境皇女 也是本次造访大洲的使臣 难怪他觉着这里有点儿熟悉 原来是接待使臣的一管 对方是故意将他引来一管 甩不掉他 就借西境皇女的手杀了他 魏婷施展轻功 一把自假山后抓出了一道人影 蒙面人一惊 抬手朝魏婷一掌拍来 魏婷反手挡住 右手一探 将他怀中的画像抓了出来 蒙面人伸手去夺 此时 一道异常可怕的气息逼近 连魏婷都感觉到了危险 蒙面人他距离院墙近 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想逃 魏婷冷声说完 拽住他一把 将他朝身后扔了过去 他自己则极力跃出了院墙 身后传来惨叫 但那已经不干他的事了 魏婷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走后不久 空荡荡的草地上 只剩下一具死不明目的尸体 西境皇女的声音 自屋内淡淡传来 是什么人 他没说话 一阵微风拂过 摇动他腰间生锈的铁铃 魏婷带着画像赶回去时 碰到了再次等候的扶苏 二人一到去了医馆 郭丞相经过抢救 病情暂时稳住了 苏小小正在与小微子和云秀 交代给要的事想 婴儿走过来道 东家 姑爷来了 知道了苏小小点点头 问小微子 云秀道 刚刚说的那些 记下了吗 二人一口同声道 记下了 东家 苏小小去了小院 魏婷与苏默坐在房中 面前摆着那幅画像 脸色都有点不大对劲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 苏小小问 二人同时望向桌上的画像 当苏小小看清画像上的人是谁时 一下子争住了 第501章幕后之人 怎么会 苏小小怀疑自己看错了 将画像拿起来 仔细端详 筑画像上的白衣女子 从眉眼到鼻梁 从鼻梁到脸型 每一寸都看了再看 美人在鼓不在皮 皮像优越之人 即便年迈老去 也能看出年轻时的美丽轮廓 是慧绝师太 确切地说 是慧绝师太 逗扣年华时的样子 那时他还没出家 一袭白衣圣雪 仙姿一帽 说一声云霄仙子也不为过 三人坐在屋里 两久没有一个人出生 很显然 谁也没料到 他们千辛万苦 查出来的真相 竟然会是这样 会不会是哪里弄错了 苏默问 苏小小当然也希望是弄错了 慧绝师太 是他来议事后 抱住的第一条金大腿 不仅给他介绍了不少好生意 还借了京城寸土寸金的宅子 给他住 他要是幕后大bus 古人都藏这么深的吗 苏小小简直要怀疑人生了 苏小小看向二人 我能问问慧绝师太 究竟是什么身份吗 魏家与苏家 与他似乎都有结交 苏默说道 他是大长公主 先帝的龙凤胎姐姐 苏小小问道 他和魏家有仇 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 是郭丞相与司空云的幕后之人 与莫归远 北燕合谋算计了魏家 此人甚至比莫归远 更心狠手辣 好歹莫归远 只想要武安君与魏须的命 此人是想让魏家满门男儿 有去无回啊 苏默看向魏婷 这个问题 他可回答不了 魏婷摇摇头 据我所知 没有苏小小诱道 难道是他想用立井宣帝 替景宣帝铲除心腹大患 魏家乃南洋王旧部 一直是景宣帝心头的一根刺 又想收回魏家兵权 又十分依赖魏家 镇守北边 苏小小天马行空的揣测 啊 不会景宣帝名义上是他侄儿 实际是他亲儿子吧 这个猜测很靠谱啊 你们想想看 先帝临终前立了南洋王为帝 圣旨落在了大掌公主的手里 他是先帝的龙凤胎姐姐 先帝信任他 本以为他会将圣旨昭告天下 谁知他竟将圣旨藏了起来 并伪造了一道 立入阳王为帝的假圣旨 怎么样 是不是合情合理 天衣无缝 苏默认真点头 是魏婷无语地逆了苏默一眼 能别这么惯着你妹吗 魏婷一针见血地说道 大掌公主带两位侄儿并无不同 另外 景宣帝是不是太后亲儿子 太后能不清楚吗 苏小小垂下眸子 哦 倒也是苏默无条件的一面倒 他看向苏小小 没关系 我还是觉得你说得更有道理 你很聪明 苏小小玩耳一笑 大表哥真好 魏婷黑了脸 如今都这么卷了吗 苏默你睁眼说瞎话 良心不会痛吗 苏小小双手抱怀 瞪了魏婷一眼 活该你单身 魏婷淡淡指了指苏默 你搞清楚 现在单身的 是他苏小小眨眨眼 拍马屁 拍到马蹄子上了 苏默却完全没有被打击到 温柔地看向苏小小 不澄清 就可以一直对妹妹好 不会来个嫂嫂 天天拿妹妹当杀包 杀人诛心呢 魏婷差点没吐血 从前怎么没发现苏默这么浅 今日的苏默 开启了茶艺满集的一天 桌上有一罐子核桃 苏默与魏婷同时包了一个 递到苏小小面前 苏小小果断选了苏默的 大表哥包得更漂亮 像一颗完整的脑子 练习过苏默说 苏小小 啊 是我理解的那个练习吗 不是拨人脑子 对吧 这分明是个暖男哥哥 不是暗黑大王 苏默微笑 你喜欢吃 我天天给你包 你放心 我才不会招惹这个公主 那个郡主 尚赶着去给你添赌 魏婷一下子被点炸了 苏默 有本事出来打一架 苏小小不慌不忙地 当了个和事老 说正事 说正事 好苏默一秒表态 再次被抢先的魏婷 能看到魏婷 在苏默手里吃鳖 苏小小心里总算畅快了 苏小小又道 苏为两家与大长公主 结交的缘由是 苏默道 我姑祖母与大长公主 是归中之友 魏婷道 我祖母也是 当年 她不给苏默献殷勤的机会了 一口气而不喘地往下说 太后 我祖母月安哥 你祖母苏华英 以及大长公主 是手帕交 他们四人关系极好 后来因为一些缘故 太后与我祖母 还有你祖母的关系 淡了苏默见缝插针 为苏小小解释 那会儿先帝尚未即位 但太后已然看出 她的野心 希望秦 苏两家日后 能扶持自己的长子 只可惜 秦 苏两家与汝阳王走得更近 魏婷没好气地说道 这些她已经知道了 苏小小挑眉道 我再听一遍也无妨 魏婷冷冷一哼 苏小小又道 大长公主呢 她的立场如何 魏婷道 她不掺和 与每个人都有来往 只是四人民面上 不再相聚了 苏小小还有一事不明 她怎么会出家的 魏婷宁谋道 因为驸马 她与驸马十分恩爱 驸马病逝后 她对陈氏在无留恋 便在封地出家了 青州就是她的封地青州 苏小小的脑海里 有什么一闪而过 郭丞相如何了 魏婷问 昏迷不醒苏小小说 她与福大娘交好 她二人又是怎么认识的 太后 苏华英 越安哥 他们本就是 三英世家的千金 会认识皇族 部族为奇 可福大娘的出身 十分普通 魏婷解释道 福太医是驸马 当年的主治太医 这么说 苏小小就理解了 为何福太医出世后 会逃去青州 因为那里 是大掌公主的封地 他们可以得到 大掌公主的庇佑 也难怪 府台大人去求见她 她鸟都不鸟人家 她这等尊贵身份 朝中一品大员 也未必能见上她一面 区区府台算什么 三人再一次 看向桌上的画像 幕后黑手 当真会是 这位慈祥的长者吗 暮色四合 南城门外 福大娘的马车 飞快地 及时在关道上 终于赶在城门 关闭前抵达了 第502章 宠孙狂魔 福大娘晕得不行 为了赶着最后一趟路 马车跑得太快 她肚子里的酸水 都吐没了 她扶住 晕晕乎乎的脑袋 不行 我得出去缓口气 车夫将她扶了下来 她气喘吁吁地抬头 望向巍峨的城楼 大开的城门洞 犹如一头蛰伏的巨兽 朝她张开深渊之口 她正正地说道 这么多年了 终于回来了 三人在医馆待到深夜 等郭丞相病情稳定了才出来 苏晓晓觉得 自己大概是新婚之夜 纵欲过度了 一直到现在 还有些捻搭搭的 一上马车 她立马睡着了 那是一个相当豪放的睡姿 四仰八叉的 仰头靠在车壁上 小嘴微微张住 只差没流点口水 苏默将她的脑袋拨过来 靠在了自己的肩头 挑衅地看了卫婷一眼 我妹妹卫婷将某人的脑袋拨过来 靠上她的肩头 回进了苏默一眼 我媳妇苏默 打一架卫婷 打就打苏默 改天卫婷 奉陪天大地大 某人睡觉最大 在外头赶车的扶苏都迷了 嘀咕道 你俩逼逼赖赖的 有本事现在就打呀 我来守着少妇人 然后扶苏就被俩人揍了 到卫家时 管家看住扶苏的一对大黑眼 吓了一跳 哎呀我的青娘 我以为大晚上撞了鬼 苏小小困得很 卫婷叫来轿子 与她一道坐了上去 祖母歇下了吗 卫婷问管家 管家答道 回少爷的话 老夫人歇下了 三个小公子也歇下了 那就改日再去向祖母打听 慧绝失态的事 进了院子后 苏小小强撑着困意 洗漱了一番 倒头就睡 卫婷古怪地看住她 又睡 我困苏小小迷迷糊糊地说 卫婷严肃地问道 你是不是不想履行 夫妻之间的义务 苏小小趴在柔软的床铺上 脸蛋被压出一头肉鸡鸡的小奶镖 我是真困卫婷高冷地说道 你也没做什么 那晚都是我出力 你这么失睡 不会怀孕了吧 你才怀孕呢 苏小小本来都快睡住了 又让这家伙气醒了 谁一晚上就怀孕 那可说不准 兴许我厉害 才两天 就是怀了魏大人不接受反驳 苏小小和她说不通 索性不说了 埋头呼呼大睡 卫婷在她身边躺下 自己过来苏小小 揪咪咪咪地滚进了她怀里 明天让苏默揍你 魏婷一日是三招回门的日子 天不亮 苏小小便穿戴整齐 收拾妥当 准备出发了 魏婷一起床 就看见一屋子箱子 有些忧怨地皱了皱眉头 哼 这会儿倒是不犯困劳 魏老太君被三个小家伙 炸钱经历 这会儿还没起 他们没吵醒她 只把三个小崽子抱出来 霍卫六郎 以及几个嫂嫂 打了声招呼之后 便动身回了护国功夫 秦苍蓝比一家子更早 半夜就起来在府上瞎转悠 曾管是半夜打着灯笼去上茅厕 一边上 一边摇头晃脑地哼唱道 汉兵已掠地 秦苍蓝荡气回肠地接了句 四方楚歌声 曾管是吓得呀 水龙头直接观察了 秦苍蓝又去霍霍别人 把府上的下人全霍霍了一遍 终于把宝贝孙女儿判来了 先下车的三个小豆丁 太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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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小豆叮答答答地 朝着门口的秦苍蓝奔来 以往总是大虎一马当仙 小虎最后 今日却恰恰相反 小虎跑在了最前头 他第一个扑进秦苍蓝怀中 可神气了 大虎二虎也过来了 在秦苍蓝怀里蹭了蹭 二虎问道 太爷爷 你有没有想我们 秦苍蓝笑道 当然有啊 太爷爷可想你们了 你们想不想太爷爷 大虎 二虎 想 小虎 小虎最想 秦苍蓝就到 你想太爷爷什么了 小虎卡壳了 苏小小与魏婷也下了马车 叫了祖父 姐 姐夫 苏二狗心冲冲地奔了出来 苏小小眸子一亮 二狗 苏二狗来到苏小小面前 苏小小抬手摸摸他的脑袋 二狗 你比姐姐高了 我才两天没见你 你长了这么多 苏二狗嘀咕道 我早就比你高了 你没注意到而已 是我疏忽了 他的弟弟不再是乡下 那个面黄肌瘦的穷小子 他是个意气风发的 周都少年狼了 苏小小又软了软他脑袋 姐姐送你一间铺子做陪礼 嗯 苏二狗瞪大眼 啥铺子 二狗饼铺 真的 真的 在哪里 我要看我要看 周都少年狼的炉镜 一秒碎的前进 他又是个渣渣乎乎的 二狗子了 祖父 我爹呢 苏小小没看见苏承 秦藏兰倾咳一声 你爹不是心情不大好吗 我 就灌了他一点酒 男人骂 没有一碗酒解不了的愁 一碗不行就一缸 然后苏承就醉了 不省人事的那种 秦藏兰问道 话说回来 你爹到底是因为哪个女人啊 不会是昭阳殿那一位吧 应该不是吧 他不就 在梨花巷接宿了几宿吗 不至于和你爹看对眼吧 秦藏兰选择性遗忘白细和醉酒后喊自己公爹的事 苏小小道 看对眼不至于秦藏兰松一口气 苏小小风轻云淡的说道 就是我爹把人家看光了 衣裳扒了 杜都给揣回家了 还打算带着人家离开皇宫 远走高飞的秦藏兰五雷轰顶 三小只去叫苏承 叫了半天叫不行 小虎插腰跺脚 严肃地说道 真记个懒爷爷 他一会儿是 一会儿戏 全凭发灰 大虎道 你也是的兰宝宝 小虎兄道 小虎不是兰宝宝 大虎是兰宝宝 大虎就到 那我要去练功 你去嘛 小虎眨眨眼 心虚地说道 练功不好玩 他看了眼一旁 正在揪苏城下巴的二虎 二虎 我们去玩 好呀 二虎说 第503章入宫赴宴 秦藏兰是武将 人家的孙女婿上门 是好茶好水招待 他道好 直接给了魏婷一枪 一杆红鹰枪 魏婷英姿 萨爽地接过 秦藏兰挑了一把长剑 来 过两招 魏婷道 那就请祖父赐教了 第一招 蛟龙入海 秦藏兰手腕剑花 势如蛟龙朝着魏婷 劈斩而来 魏婷手握长枪巨挡 这是他第一次 正儿八经与秦藏兰交手 早先在梨花巷那一回 二人只过了一招 且秦藏兰明显没动真格 这一次 秦藏兰是存了指教 他的心思 下手略重 几招下来 魏婷的双臂 以微微发麻 秦藏兰一招接一招 男人腰力要好 腿力要够 臂力静猛 收放自如 秦藏兰拥有几十年浑厚的内力 武学境界早已步入巅峰 魏婷与他交手 惨是惨了点 实则受益匪浅 秦藏兰点到为止 不能真把人做坏了 回头宝贝孙女儿该生气了 他意见将魏婷的红荫枪 挑了过来 抛回架子上放好 顺便将长剑也插回了架子上的剑桥 你祖父当年的红荫枪 在大洲南风敌手 你小子还得练呢 是 小气紧急 魏婷对于秦藏兰的武功 是发自内心佩服的 态度上自然不会傲慢 秦藏兰白白手 明早再来练 明 明早 魏婷一正 秦藏兰道 啊 忘记你官复原职了 那你下了潮再过来 我等你 反正我辞官了 闲来无事魏婷 这是您闲不闲的问题吗 秦藏兰 呵 让我孙女儿在你家当纱包 那你就过来给我当纱包 你的嫂子们揍我孙女儿几下 我双倍揍给你 魏婷 我突然有点儿怀念做上门女婿 切磋完毕 苏小小也做了一大碗莲子跟过来了 秦藏兰立马散发出慈祥的光辉 小气不错 武功有进步 魏婷皮笑肉不笑 祖父指点得好 苏小小问道 你们聊什么 秦藏兰笑道 没什么 切磋了一下 好香啊 是莲子羹吗 摁苏小小点点头 二狗和大虎那边已经送过去了 这一碗是你们的 他成了两碗 秦藏兰与魏婷一人一碗 趁着秦藏兰喝莲子羹的功夫 苏小小将锅成像与画像的事说了 大掌公主 倒是的确听说 他出家了秦藏兰深深地皱起眉头 华英当年与他有过一阵子的来往 后来 华英与太后的关系闹僵了 他家在中间左右为难 走动也少了 他大婚之后没过几年 便与驸马搬去了青州居住 华英每次回乡祭祖都会在他的府邸住上一阵子 后来驸马病重 他与驸马回京治病 两年后 驸马撒手人环言及此处 秦藏兰顿了顿 怎么会是他 秦藏兰也难以置信 可转念一想 华英当年就是在青州遇害的 而青州是大掌公主的封地 大掌公主又对华英的行踪撂如指掌 虽说华英是被秦江的娘害死的 但会不会背后还有一个大掌公主 秦藏兰道 可是他没理由害华英啊 这也是苏晓晓想不通的地方 可太多事情都恰巧与汇掘失态有所关系 比如苏华英遇害的地点 又比如白莲教在梨花巷的密道 几人沉默片刻 秦藏兰问道 晚上有个接风宴 你们一会儿是从这里直接过去 还是先回一趟卫家 苏晓晓道 先回一趟卫家 把大虎二虎小虎送回去秦藏兰点头 也好苏晓被清爹坑得太惨 醉得不省人事 一直到女儿女婿离开也没省 傍晚 苏晓晓与卫婷入宫赴宴 宴会地点设在麒麟殿 下了马车 二人往麒麟殿走去 卫婷私下看了看 苏晓晓挑眉道 哟 又要见你的北宴公主了呢 是不是分外期待 卫婷黑了脸 这个梗过不去了是吧 这种时候千万不能吵 不然他能有一万个歪理 让你过不去 卫婷果断谈起正事 北宴今年的岁贡 只有去年的一半 苏晓晓哼了一声 这么敷衍 卫婷淡道 问起来就是枯穷 北方大汉 天灾人祸云云 可他们送去西晋的公主陪嫁 却价值不菲 北宴是打定主意 要笼络西晋啊 苏晓晓问道 西晋这次来了谁 二人继续往前走 未听到 西晋天子的弟弟李亲王 西晋皇女 西晋小郡主 以及几位大臣苏晓晓若有所思 西晋皇女也来了 阵仗有些大呀 未听惊讶于他在正事上的敏感 西晋以往确实只来一位皇族 今年来了三位 当然那位小郡主是西晋皇女之女 她是来游玩的 与正事无关顿了顿 她诱到 不过也不难理解 北宴送了一位公主去和亲 不论嫁给谁 都可能威胁到西晋皇女的地位 苏晓晓明白了 所以她是莱拉结盟的 未听点了点头 没错 如果北宴没来插一脚 她结盟的对象一定是大舟 但如今 一切都有了变数 二人说着话 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女子的惊叫 啊 别过来 你快走开 是惠安公主 苏晓晓与卫婷赶忙寻生赶了过去 惠安公主刚坠马受了伤 今日是坐轮椅出来逛园子的 哪知逛着逛着一条金色小蛇 从天而降 掉在了她的衣裙之上 她跑又不能跑 拿又不敢拿 小顺子伸手去抓 抓了一下还给划了 掉在了她的肩上 苏晓晓射出一枚银针 将蛇射飞定在了地上 公主 没事了听见熟悉的声音 惠安公主抬起惨白的脸 终于扑进她怀里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呜哇 你怎么才来 刚刚吓死我了 苏晓晓 公主 鼻涕不要擦我身上 惠安公主 抽抽叶叶的呜了一声 直起身子 朝小云子伸出手 小云子恭敬递来一方帕子 她擦了泪 醒了鼻涕 又继续扑进苏晓晓怀里哭 魏婷一言难尽地 看住这一幕 魏毛觉得全天下 都在和我抢媳妇 就在此时 北燕公主 孝盈盈自小道上走了过来 装模作样地问道 你们看见一条 金色小蛇了吗 那是西晋小郡主的宠物 方才不小心弄丢了 我们都在帮着找那 第504章五虎立功 惠安公主猛了 金色小蛇 不会就是刚刚那一条吧 她下意识地朝被 钉在地上的那条小蛇望去 啊 真是金色的 这竟然是西晋郡主的爱宠 她虽是公主 却也明白西晋的皇族 是惹不得的 尤其这位小郡主 她母妃就曾多次提醒 惹谁也不要惹她 真惹了王爷皇女还好说 人家是长辈 不会与一个晚辈计较 这位小郡主 却正是不好哄的年纪 半大不大 又执又叛逆 弄死她的爱宠 完了 他们捅下天大的篓子了 惠安公主一秒推开苏小小 公主气场全开 是我弄吾吾 苏小小捂住了她的嘴 北燕公主笑了 她没与两个女人周旋 而是镜子来到魏廷面前 旁若无人地温柔起来 将军 如果你想把责任揽下 对外说是你杀死的 我或许可以考虑替你隐瞒一二 魏廷冷漠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替别人背过 别人 北燕公主笑得更灿烂了 那可是 将军的妻子啊 一日夫妻百日恩 将军对新婚妻子 这般冷漠无情吗 她的语气分明是得意又挑衅的 魏廷不在意新婚妻子 那不正宗她下怀 惠安拿下了苏小小 捂在自己嘴上的手 喂 什么情况 我怎么觉得她对婷哥哥怪怪的 将军是她叫的吗 又不是他们北燕的将军 好了 我说完了 你继续舞 惠安公主乖乖等无嘴 不远处的北燕公主 还想再继续刺激魏廷几句 西境小郡主带着下人 朝这边赶来了 皇宫内是不允许持兵器入内的 除非景宣帝特许 然而西境小郡主身后 全是带刀侍卫 可见景宣帝对西境史辰开的特权有多大 西境小郡主问道 康宁公主 你找到我的如意了吗 如意 那条金色小蛇的名字 两国使臣同住一馆 北燕有了进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 这两日颇费了些功夫 总算与不好相处的西境小郡主说上了话 她连起脸上的笑意 十分难过地说道 找是找到了 可惜小郡主来迟了一步 如意她已经 遭逢不测了西境小郡主撬脸一尘 你说什么 我的如意怎么了 北燕公主一脸伤心地不忍在看 小郡主自己瞧把 西境小郡主顺住她手指的方向望去 看见被钉在地上 弃绝身亡的小金蛇 她当即暴走 谁干的 谁干的 北燕公主干的苏小小说 众人一愣 北燕公主与惠安公主 齐齐朝苏小小看来 只有未听老神在在 半点儿也不意外 她说了不替别人背锅 可没说这个别人是小胖孔雀啊 就猜到这丫头会倒打一耙 苏小小抽出帕子 趴得再半空一胆 一秒入戏 就在方才 我推着惠安公主在院子里散步 突然一条小蛇 掉在了惠安公主身上 惠安公主惊声大叫 北燕公主恰巧打附近经过 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杀了那条袭击惠安公主的小蛇 但我想 北燕公主不是故意的 她应该没看清楚 那是西境小郡主的蛇 她只单纯想做个好人 北燕公主呵斥道 你胡说 明明是你 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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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枝上的五虎震吱大叫 一 小郡主的注意力被吸引 草树上的五虎望了过去 什么小东西 是鹦鹉 五虎 过来苏小小冲五虎伸出手臂 五虎扑斥住翅膀飞了过来 落在了苏小小的手臂之上 苏小小摸了摸小鹦鹉的脑袋 五虎 你告诉小郡主 是谁杀了小蛇 是我 还是康宁公主 五虎 康宁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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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不要良心的二五仔 西境小郡主对北燕公主怒目而逝 果然是你 北燕公主委屈坏了 小郡主 你不要相信一个小畜生的话 一定是她教的 苏小小痛心疾手地打断她的话 康宁公主 你怎么能说五虎是小畜生呢 我的小鹦鹉也好 西境小郡主的爱蛇也罢 她们都是极可爱的宠物 她们也有自己的尊严的 没错 西境小郡主大为赞同 她的如意不是小畜生 苏小小无比郑重地说道 何况我相信她们不会撒谎 西境小郡主点头 对 小宠是不会撒谎的 搞定一个宠物新人 只需要和她一起爱宠物就够了 北燕公主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能被扣上这么一个大屎盆子 然而更令她意难平的还在后头 苏小小走过去 蹲下来看了看那条金色小蛇 小郡主 如意好像还有一口气 我可以试着救救她 我家五虎病了 都是我给看的从没生过病的五虎 真的吗 西境小郡主眸子一亮 不过 北燕公主下手太狠了 她伤得好严重 我不保证能将她救活 西境小郡主瞪了北燕公主一眼 北燕公主肚子里的火蹭蹭往上窜 偏这会儿西境小郡主根本不信她 西境小郡主纠结道 你 只管制 实在就不活如意 我也不怪你 我尽力苏小小自荷包里 拿出一堆小瓶瓶罐罐 先是消毒 再是上药 前前后后弄了老半天 她方才看出她不是毒蛇了 压根而没下死手 她只是晕过去了 不是真的死了 五虎 你为毛把一个药上三遍 明明擦点金疮药就能好 苏小小愣是来了的洗剪吹全套 庞扶式使出了洪荒之力 累得气喘吁吁 呼 她将被包扎好的金色小蛇 递到西境小郡主手里 性不辱命 小蛇动了下 西境小郡主 哇 如意真的活了 你的医术很厉害 苏小小玩耳一笑 那是因为由小郡主负责料如意 小郡主是福星 郡主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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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仔使劲拍马屁 今晚的鸟食要加倍 西境小郡主开心地将如意团在臂弯里 看向苏小小肠肩膀上的五虎道 我喜欢她 苏小小大方地说道 喜欢的话 送给你五虎 西境小郡主摇摇头 不要了 她是你的宠物 我不和你抢是个可爱的孩子呢 苏小小笑道 那 送给小郡主晚几天 西境小郡主点头点头 好呀好呀 突然就被一只小魔爪抓走的五虎 西境小郡主将五虎拉得直翻白眼 她问道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苏小小微笑 我叫秦苏 西境小郡主道 秦苏 好 今晚的宴会 你坐我身边 第505章 打脸北宴 西境小郡主抱着小鹦鹉离开了 惠安公主哼道 你是我的小跟班 不许你坐她身边 刘三德脚步匆匆地过来 哎呦公主 您在这儿呢 贤妃娘娘让奴才找您回去 知道了惠安公主闷闷地说吧 转头看了苏小小一眼 记住了 不许坐她身边 你若是坐了 我会生气的 时 实在要坐 也只许坐一小会 刘三德善善笑住 与几人行了礼 将惠安公主推回了启祥宫 苏小小慢悠悠地来到北宴公主面前 她的个子略比北宴公主高一点 看对方时有种屁腻天下的感觉 当然了 这主要来自她的气场 服了吗 她淡淡地问 北宴公主没料到 她坑完自己不够 还要过来炫耀一把 你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你倒是一点也没出乎我的意料 什么意思 看住蔡 见了 还是蔡 北宴公主气了得倒痒 苏小小毫不吝啬自己的挑衅 转身玩耳看向魏婷 将军 我们走了 魏婷轻声道 好 北宴公主叫了那么多声将军 她一次也没应 苏小小叫一声 她立马就应了 夫妻俩一起打脸 完全没给北宴公主留任何情面 北宴公主进了麒麟店 冷着一张脸在赫连夜身边坐下 赫连夜看着出去一趟就像是吃了泡桶的外甥女 不解地问道 谁惹你了 北宴公主冷冷地说道 那个丫头 她和我们打听到的不一样 赫连夜好奇地问道 哪个丫头 北宴公主郁闷道 秦苍蓝的孙女 自幼在民间长大 原以为会是个草包 那些医治太后 医治皇帝的传言 不过是秦苍蓝伪造出来 抬高她身价的虚名而已 赫连夜道 你的意思是她并非浪得虚名 骗不了我 她医术如何不清楚 性子倒是目中无人的很 赫连夜笑了 你不是说没把人放在眼里吗 北宴公主捏紧拳头道 那是之前 现在 太引起我的注意了 宴会的宾客陆陆续续道场 北宴四皇子在赫连夜的另一边坐下 他是赵康宁的同胞哥哥 但兄妹二人的关系并不太亲密 西境小郡主将如意交给下人照顾 她怀里抱住自己的新宠 一只蓝色的金刚小鹦鹉 她急坐在左下手第一张席位的蒲团上 见到苏小小与魏婷过来 她忙朝苏小小招了招手 苏小小走过去 众人见到这一幕很惊讶 那个令人头疼的西境小郡主 第一天来就气蒙了两个老臣 她刚刚 是主动与人打招呼了吗 那个人我瞧着有点眼熟 是不是咱们大周的 一个大臣不大确定地问 像 秦家大小姐 什么像啊 那就是 上一回大臣们见苏小小 还是苏承与秦江比斗的时候 几个月过去 苏小小瘦了不少 加上新婚期 衣着明艳 与往日的肃静亲历不大一样 大臣们一时不敢认 众人又见苏小小 在西境小郡主身边坐下 差点没惊掉下巴 真的不是他们眼花 北燕公主心里吃味 她哄了两天 西境小郡主才勉强拿正眼瞧她 那个乡下来的丫头不过是打了一个照面 便骗到了个坐在西境小郡主身边的资格 很快 西境皇女与西境李亲王也过来了 西境小郡主忙对二人说道 叔祖父 母亲 她是我新交的朋友 秦苏 天啦天啦 她被介绍给西境的两位大魔头了 昨日初次碰面 两位西境大佬一句多余的话也没说 全城仅凭气场便将诸位官员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她二人在西境可不是什么善类 大皇子消毒业主动与二人打招呼 二人眼皮子都没抬一下的 他们肯定不会搭理秦苏的 然而众人猜错了 西境小郡主是西境天子最疼的孙女 是整个皇族的心肩宠 两个大魔头很给面子的冲苏小小汗了汗手 苏小小起身 落落大方地行了晚辈的礼 坐吧西境皇女说 西境皇女让秦苏坐 这是得到她手啃了呀 众人这会儿不仅下巴要掉 眼珠子也快掉了 却说景轩帝正在为两国和谈发愁 他发现北宴使臣似乎更得西境使臣的欢心 他悔不当初 怎么就把两国使臣安排进一馆了呢 这不是给了他们结交的机会吗 他该安排他们住进皇宫里来呀 西境使臣住他隔壁 北宴地住到冷宫边上去 他一筹莫展地进入大殿 扫了一眼 愣住了 那时 秦苍蓝的孙女 他问福公公 福公公笑道 正是呢 陛下 他怎么 坐到西境使臣的席位上去了 景轩帝寻思着 是不是那丫头不懂规矩做错了 结果就看见西境小郡主与他有说有笑的 还请他吃自己从西境带来的果子 福公公道 听说方才北宴公主悟伤了西境小郡主的爱宠 是苏大夫给抢救回来的 啊 忘了他有这本事了 景轩帝满意挑眉 腰杆都挺得更直了 苏默与老侯爷也来了 苏默不和老侯爷坐 而是镜子来到卫婷身边坐下 卫婷古怪地看住他 苏默道 别感动 我是来嘲笑你的 他看了眼被西境小郡主霸占的苏小小 幸灾乐祸道 你媳妇 卫婷 又是想和苏默前嫁的一天 北宴公主 见脾气极差的西境小郡主 被那只鸟逗笑了好几次 明白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宴会再歌再舞地进行到一半时 他突然提出要与苏小小切磋 不知秦小姐可同意 苏小小早已大婚 他却依旧以秦小姐相衬 彭扶压根而不承认苏小小为夫人的身份 他这几日在宫学嚣张得很 把每个人都碾压了一遍 在场的千金们早对他怨声载道的 眼下又见他要挑衅苏小小 集体气到不行 比什么 苏小小问 他是贺连夜的侄女儿 自幼跟住贺连夜习武 会比武功的吧 也可能是骑射 秦苏赢定他了 那也不一定 他是大雁的女状元 只不定要比文呢 比文秦苏也赢定了 你们忘记 他是怎么把论语倒背如流的 千金们迫不及待 想看苏小小收拾北燕公主 哪知北燕公主却笑音音地说道 比文比武 都显得我欺负了你 不如就来个我不擅长的 抚擎天了 他好不要脸 情是秦苏的死穴 苏小小在入宫前的那场谈棉花 种千金可谓记忆犹新 那是相当辣耳朵 惠安公主乍毛 他一定是故意的 太可恶了 我 你去和他比 他还只会上网 静宁公主不能去 北燕公主刚刚已经说了 他不善情 而自己自幼学情 如果去和他比 哪怕赢了也胜之不武 其实 北燕公主善不善长 谁又知道呢 不过是他一家之词 北燕皇子看了妹妹一眼 妹妹的情意明明比武功还要好 北燕公主笑道 秦小姐 你若是不敢的话 换个你擅长的也可以 这是妥妥的挑衅 什么里都让他占了 众人紧张地看向苏小小 这下可怎么收场了 比吧 输定了 不比吧 又显得他们大周是耸淡 苏小小眼下代表不是他一个人的体面 是整个大周的颜面 苏小小滴滴一叹 但倒不是我不想比 只是我怕这赌注 康宁公主压不起北燕公主 自意地笑了 哦 你想赌什么 千两白银 万两黄金 随你开架 甚至 你不压住也可以 我不介意的他这一开口 妥妥地把众人嚎住了 苏小小嗷了一声 确定什么都行 北燕公主笑道 当然 你说得出 本公主就给得了 苏小小唇脚一勾 那好 若是我赢了 我要赫连大将军的命